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的參加這個書的發表會 因為其實我很慚愧 在我拍電影之前 其實我對一些真的在做單車環島或單車旅行的人是一概不知 大家也可能會誤會以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單車旅行的人 實際上都是我編出來的 這也許是天意 當我那個電影結束以後 我真的就被迫要認識很多 真的很喜歡單車 真的會跟單車旅行的一些朋友 我才開始發現說 其實真正的練習曲的故事 其實比我想像的多很多 而且精彩很多 那今年有一個機會我到台中去 其實他們兩位的那個大名我早就久遠了 那時候我電影剛出來的時候 有希望 本來希望他們幫我們宣傳 可是那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是一個 完全 就是我自己也不是一個騎單車的旅行者 然後真的去找他們來幫我背書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後來當我們的電影有造成一定的迴響之後 所以今天我比較有 比較有勇氣去找他們 所以今天就在剛剛去中部的一個 其實之前因為在一個 一個講座的場合認識了Vicky 我都覺得說 如果還好我沒有認識她 因為之前如果認識她的話 那個故事可能會跟大家現在看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她其實真的有在 二十幾年前就進行一次真正的一個單車環島的旅行 當然今年後來我 我比較敢去找她了以後 就今年我到台中去找他們兩位 然後那天晚上跟他們聊了很多 當然也知道這本書的訊息 所以後來他們就 就把這本書的內容跟我做了一些分享 當我在看這個書的過程中我覺得 它真的是一部 它不是一個 我覺得它跟單車的關係比較少 它其實是一個跟從成的文化歷史 跟一個旅行者的 新興的這個歷程比較有關的東西 所以當然我 我現在算他們的朋友 他那時候有提醒我一件事情 很怕這本書出來以後 會把那些衝著他們那些 喜歡單車的朋友給嚇跑了 因為大家以為 這車會提供什麼新的單車資訊 所以我就在那個推薦的上面很努力的寫了 跟單車有關的內容這樣子 希望這個書 看起來跟單車還是有直接的關係這樣子 謝謝